汽车电动车创办初期的时候 因为很多政策和不明朗 其实我们是尝试去做新的产业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们在深圳沙井镇的上兴第三工业区 有一个1500平方的厂房 但是从这个起点开始 天津谈营是在2010年的4月份 在天津创办 当时我们过来总共是应该是三个人 最初因为也比较减厚 人员也少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 共同努力 在一个月以后 我们顺利的投产生产 主要是靠我们团结 大家的信任 然后大家自同道合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自然而然 台灵的这个大家庭也就降丽起来了 最重要还是一点呢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创造 我们心目中的绿色交通工具 就是我们一直坚持的一个梦想 所以总到现在 台灵学的经济上成绩 主要得于董事会经营班子 能够团结一致 如果一定要说成果的话 我认为有两个 一个是台灵已经拥有了一支 非常优秀的团队 一个是台灵今天已经成长为一项的品牌 十年的一个总结来讲 我想它是一个新的起点 那么台灵要从唯一走向第一 我们一直在向我们的目标去努力 去前进 我们要把产品质量做得更好 我们要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 在这个行业里边走得更好 我从07年 我是3月底来到深圳 然后我4月1号进台灵公司 到目前为止 这是我仅有 也是唯一的一份工作 在台灵工作十年 在工作这个氛围上 我们有很多学习的机会 不管是老板还是同事 还是领导还是下属 他们所展现的东西 都让我收获很多很多 这就是很能有价值的东西 最深刻的就是在 14年的7、8月份 那时候都很忙 那么这时候的 我有的通量的话 大家就不管各个部门 协作部门都是主动上生产性的帮忙 大家大家都坚持到11、12点 有时候可能得坚持到12点 那么这时候大家就 也没有说是谁是顶到 也没有说谁是生产性的人工 大家是始终坚持在 都很自觉自发的 自己加班 我觉得在其他企业 我基本上你们也看到 在台灵来说 这种生产很经常 我觉得是我一直在大家的 这种关爱和服当中长大的 觉得更多的留给我的 我觉得是一种非常非常幸福 难忘的回忆 跟台灵品牌合作以来啊 就是感觉呢 这种关系啊 就像熬一锅汤 越熬越久 就味道越好 台灵的话这么多年 在我们华南 大大小小 我已经扶持过 两百多家这个配套企业 那么两百家企业当中 也会有多少人就业 还有多少家庭 那么我也是当时被这个 扶贫的 以及帮助了一个小企业 本来这十年的话 台灵不仅对社会 我们对我们行业 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我想从科技运动到爱心 台灵这一路都用实际行动 去追寻和实现 属于台灵品牌的梦 台灵十年 我要非常感谢 和感恩我们的公司的团队 使他们的陪伴和努力 让我们成就了台灵十年 也要感谢我们的经销商 使他们和我们并肩努力 共同成就了台灵的今天 台灵的十年 我要感谢很多人 感谢了消费者 感谢我们的供应商 感谢我们的经销商 感谢我们的团队 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 我们合作至近十年 就是越做越顺 我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我相信就是说 越往后走 我们的配合会越来越默契 市场会越做越好 相信我们有更美好的未来 相信我们台灵 有更美好的明天 祝愿台灵在未来的十年 二十年乃至更严 希望台灵带领我们 所有的整个企业 配套商给全球输送更低态 更防守更高品质的电动车 我要感谢台灵人的同事们 还有一些老板们 有一个机会让我在台灵成长 作为台灵人我骄傲 作为台灵人我自豪 作为台灵人只要你感觉梦想 感觉去拼搏 总有一天我会实现你的家 感谢公司对我们的栽培 给我们发挥的平台 欢迎你来到台灵 来到一个充满梦想 充满激情的平台 感谢各位同事对我的帮助 感谢台灵 希望咱们台灵人一个都要大 我们全世界 然后向同事分享 把我一生 让我拥有勇气做我自己 安安的心 感谢命运 花开花落 未一样会珍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